政改食糊廣告自己禁止了 是不是覺得很熟口熟臉呢? 政府推銷政改爛方案的電視廣告 不止被網友惡搞,而且劣評如潮 有議員說,跳舞還原基本步的廣告 找淑女做主角,夠了敗筆,沒有了看頭 不過有份量的政府新聞處長黃偉倫 昨天跟議員吃飯時就死撐 說本來還有一個廣告想出街 是用打麻將來比喻政改 已經到了食糊階段,還量口號 不過因為怕被人誤會政府鼓吹倒楓 所以內部BANG了 聽到議員個個嗷嘴 因為這個計劃擺明是抄公民黨08年 立法會選舉的廣告 難得黃處長還以為自己想到絕世好計劃 不過政府的宣傳攻勢陸續有理 這個喜撈廣告昨天開始在港鐵站出現 自然又是硬銷政改爛方案